大家好我是大雷 这下雪了 然后今天准备去县城 把那个雪地胎给换了 然后再去到公司备一下货 因为今天开始搞活动了嘛 今天明天后天 这已经装完了 看一下全是带了 装了半车 这里一共有两种木耳 一种是秋木耳 另一种是新上的这个村耳 很熟悉的包装吧 这是以前的那个木耳 但是稍微会薄点 但价格比之前的村耳还要低一些 然后我爸跟我还我妈我大姑 坐这个车 我也不打电话哪能留下100块钱的 100多 是吗 你说不打电话 那你不整谁给你整的 我哪知道啊 还听自己骨头的 没有啊 他说这玩意是听自己给你打电话了 他说的 给你打电话你诚意的是怎么事 我哪能弄错玩意呢 那可能你给你打电话你说的 那行 然后人家就给你整了 不可能 我都没弄错玩意 我发现这两个月的电话费 太不对劲了 一个月100后一次 一个月100后一次 一个月4050 我上月20 就在月21号交的50 昨天前天没 没了啊 没了 26号年就没了 这回感觉到自己的话值钱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有生分的意思 说话也值钱 还没有上那找你 行 先去吧 把你的卡好好弄弄 哈哈哈哈 已经到公司这边了 现在去求钥匙 我在这旁边又租了一个库房 因为东西已经装不下了 嗯 现在也可以进去看一下 看上了 全是货 这边已经堆得快满了 然后大部分都收拾那边那个库房去了 那个库房的钥匙给我 这个是那边的钥匙 这是我这个店嘛 然后新租的库房 就在这边上 看看 给它开开 看一下 箱子都搁这边了 背的 准备到时候在这边也背货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